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隔不久 韩湘剑就接到父亲韩迪的家书 劝他要安心留在宫中 可韩湘剑对韩起的死始终无法释怀 紧接着皇上把韩湘剑在韩部的侍女哈利和古丽一起请到皇宫 还特意找来韩部的厨子 做了韩湘剑爱吃的饭菜 韩湘剑才肯开口吃饭 皇上还特意让内务府定制了韩部的服饰 于飞提醒永齐 不要在皇上面前多说话 以免引起重怒 于飞听说永齐收了云角做侧服信 就让他有时间带过来见见面 永齐对云角情有独钟 宠爱有家 两人情投意合 皇上特意给韩湘剑送来定制好的韩部服饰 对他百般讨好 可韩湘剑根本不领情 依旧对皇上不理不睬 一心就想离开皇宫 回韩部 皇上却毫不气磊 让韩湘剑能安心留在宫中 派人厚葬了韩起 还答应再给韩湘剑建造一座宫殿 令萍已经怀孕几个月了 皇上对此毫无兴趣 一心就想着讨好韩湘剑 令萍很恼火 尽忠对他好言相劝 纯贵妃整日咳嗽不停 病情越来越重 皇上也对他置之不理 永章想去劝说皇上 纯贵妃坚决不同意 永章执意来见皇上 永章伤心欲绝 口中奔出一大口鲜血 当场晕倒在地 李玉赶忙把他安顿在协方殿修养 纯贵妃冒着倾盆大鱼来养心殿外 跪求皇上饶了永章 他情愿替永章受责罚 皇上不但不心疼 还狠狠地责骂他 叫子无方 李玉见状 立刻来向如意报告 如意就带于妃一起来劝纯贵妃 纯贵妃常跪不起 想一直等到皇上消气为止 如意只好来找皇上求情 与此同时 仲嫔妃一起冒雨来找如意请愿 亲眼目睹纯贵妃被抬走 大家心里都很不识滋味 如意苦苦畏训皇上 不要对韩湘剑议论情谊 可他就是不甘心 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 征服韩湘剑的心 仲嫔妃冒雨跪在义昆宫门口 尹妃立刻来找如意 让他劝皇上把韩湘剑赶走 还为纯贵妃母子民不平 皇上听到尹妃的话 气得大发雷霆 尹妃冒死贱言 可皇上根本不听 还把她赶走了 如意想去看看仲嫔妃 皇上坚决不同意 坚持要留下韩湘剑 如意劝他要理解仲嫔妃的一片苦心 以免引得蒙古各部和公卿世家伤心 皇上也觉得自己急躁了 决定封臣贵妃为皇贵妃 也不再追究永章冒犯之罪 韩湘剑听说仲嫔妃冒雨请愿要赶她走 她心中暗喜 这是她求之不得的 如意回到义昆宫 看到仲嫔妃依旧冒雨在大门口 他们得知皇上安抚了臣贵妃母子